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心佛三向内 听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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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听我 听在台湾的国家 教会和唱团一首阿辉伯同名曲 揭开追思礼拜的序曲 在牧师带领下全场禁私末道 追思前总统李登辉 此外 陈永新医师 立法委员赵天龄等人 朗诵追思文 追忆过往 许多前来的友人感谢李前总统 贡献台湾民主自由 大家要是我们感谢我们的阿弥陀佛 对我们台湾 对我们的民主所做的公平 我相信他永远都在我们的信任 台湾目前还是同样 所以要让我们台湾的民主党在称华 让我们台湾的民主党在称华 让我们台湾的民主党在称华 我们的民主党在称华 这不是民主党在称华 那么所有的民主党在称华 我们的民主党在称华 民主党在称华 民主党在称华 他对台湾整个民主的贡献 他把台湾带向一个 从戒严专制的时代 独裁的时代 带向民主自由 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他从头到尾 他就讲过 他对共产主义是不信任的 对人民来讲 他最后会变成一个法西斯 变成一个极权的专制 所以他认为台湾不应该走那条路 要走一条康庄的民主自由的大路 追思会在严城长老教会举办 由台联党前副秘书长黄昭展发起 吴英明教授协助促成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高雄中会主办 有多个南部社团和民间友人共同协办 传达台湾民众缅怀前总统李登辉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胸怀和民主贡献 新唐利亚台电视李俊荣台湾高雄报道